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6版本攻略 元神风担4.6水神童55个全收级路线 旧日之海,诺斯托医区3P 3.卡皮托龄3253-271,完结4.6 接着我们传送到崇高大道 来到左上方这个锚点 穿上了以后呢,回头往地图的西南方向 这边游到上面 在这个悬崖上,这是第253 然后再往地图的东南方向走 这一次呢,要游到最下面 游下了以后呢,看到几朵橙黄色的花 然后在这里,再继续往下面游 游下了以后呢,看到一株螃蟹 吸一下它的技能 然后这边有一个大石块 使用螃蟹的技能打碎探 这里面是第254 然后还是传送回崇高大道 左上方这个锚点 从而来以后呢,往东北方向走 这边稍微游下来一点 这是第255 然后右转,再往地图的东南方向 这边呢,往上面游 看到一根很高很高的柱子 柱子上面这里也是第256 接着左转 再往地图的东边游 这里要游到上面 然后继续再往上面游 然后继续再往上面游 上方有个平台 这里也是第257 然后打个地图 来到从高大到右边这个锚点 刷出完了以后呢 右转,往地图的东北方向 这边是第258 然后左转,再往地图西边游 这里要游到最下面 首先,吸一下炸弹的技能 然后用炸弹炸开石块 这里也是第259 然后再往地图的东北方向 东北方向游出来 在道路中间 这是第260 然后打个地图 传送到卡皮托林山 来到左边这个锚点 传完了以后呢 不用转方向 直接往西北方向 这是第261 然后游到道路的下面 下方有一个很大的贝壳 用攻击打一下 里面这里也是第262 然后打个地图 还是传送回卡皮托林山 传完了以后呢 回头往地图的东南方向走 这边游上了以后呢 中间有一个缝隙 缝隙里面这个神童是第263 然后来到卡皮托林山 来到最上方这个锚点 来到黄金的大宫 这里直接朝前面走 这是第264 然后打开地图 再来到下方 中间圆盘这个锚点 传完了以后呢 回头 这个在后面 往地图的北边走 这是第265 然后打开地图 这边传送到卡皮托林山 左边这个锚点 死刑往地图的东南方向 东南方向 游过来以后呢 看到几个小档物 在这里向上扶 散发这个平台 这是第266 然后继续再往地图的东南方向 从南边一直游到最下面 在这个螃蟹的前方 这是第267 然后向上扶 往地图的细南方向 细南方向一直向上面扶 基本来到地图边缘 这是第268 然后传送到卡皮托林山 来到右下方这个锚点 传完了以后呢 首先往地图的西北方向 在柱子中间 这是第269 传完了以后呢 再往地图的东边 穿过一个贝壳 然后往下面看 下面有一只螃蟹 来吸一下螃蟹的技能 吸完以后呢 前方有一个大石块 打碎坎里面是第270 然后传送到卡皮托林山下方 来到洞穴内这个锚点 传送完了以后呢 往地图的北边走 北边有一根斜着的柱子 我们要爬到柱子的最上方 在这根柱子的顶部 这里也是第二百七十一 最后也是找一个神像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回到封当的地面上 闯上到七天神像 那到这里 4.6版本水神筒55个就全部设计完了 这里我们来点供奉 这里也是55个 那供奉完这一次以后呢 封当所有的水神筒也就全部设计完了 一共是271个 然后实际全莽多一个 那有帮助的话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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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